這個年約50歲的男人 星期五早上在西九龍文化中心對海面被救起 現場消息說 事發時有政府領航船的人員發現他在海中浮著浮著 於是就將他救起 奇怪的事就發生了 有人聲稱是由中環游泳過到西九 又說女伴也一起跌落海 救援人員於是展開搜尋 不過就未有發現 事主就繼續與無論次 一時又說自己台灣來 一時又說是馬來西亞來 說話的時候還兩文三語混在一起 說完一大堆東西 重點是他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總結一句 最重要是人沒事